我們來討論這個數的四則運算 數它有這個交換率 交換率包括什麼呢? 加法交換率 就兩個數 A加B 這個是等於B加A A有什麼呢? 乘法交換率 A乘B 會等於B乘A 數它也有這個結合率 所謂結合率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加法結合率 三個數相加 三個數相加的話 前面兩個數相加 跟什麼呢? 前面兩個數先相加 跟什麼? 跟後面兩個數先相加 答案是一樣的 這個乘法也有結合率 就是三個數相加 那前面兩個數相加 跟後面兩個數先相加 B乘C 這答案是一樣的 它再來分配率就是說 乘法對加法的分配率 A 我給它乘以後知道 B加C的話 這個有A乘B加A乘C的性質 這個叫左分配 它有一個右分配 就是B加C乘以A的話 也會等於B乘A加C乘A 再來就是單位元素 加法有加法的單位元素 就A加0 等於A 當然是等於0加A 乘法也有單位元素 就A乘以1 1是數的乘法單位元素 等於1乘A 等於A 我們透過這種交換率 結合率分配率 等元素的話 有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簡化問題 我們來舉一些例子 這裡的話 我們看這個例子 這例子的話 第一小題 這是379 加上87 加上13 好 那我們透過結合率 三個數相加 你前面兩個數相加 跟後面兩個數相加一樣 那我們看 這兩個數先相加的話 比較好算 這加起來剛好多少 剛好是100 100 100 加379 就很好算 變成479 好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是980 加上多少 7 6 9 加上20 這個的話 我們就透過交換率 這兩個交換 交換以後的話 然後呢 這個跑到這裡來的話 這個加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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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這個可以直接加這個 因為什麼 因為20跟769 它可以互相交換 交換過來的話 再透過結合率 前面兩個先相加 可以得到 所以的話 我們這個先相加的話 這個就變成1000 那1000加769 就是1769 這是應用人的加法的交換率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呢 是說25 乘以17 乘以4 好 那我這兩個先相乘 比較方便 透過交換率 我稱華的交換率 這兩個交換以後 然後呢 再透過結合率 4再跟25相乘 就100 這兩個相乘100 那100乘以17 就17 後面兩個題 現在我們看第四小題 第四小題的話呢 是99 加上15 加上1 乘以4 好 那我們這兩個先相加 相加的話呢 這就是等100 那我們現在用那個分配率 分配率的話 4乘以100 就是400 再加4乘以15 4乘以15 是60 所以就160 這就等到 用分配率 4乘以100 就是400 加多少 4乘以15 60 460 所以答案是460